欢迎回来去现场 为了确保发生战时或者是天灾的时候 重要的讯息依然可以在国内外传递 初发布就推动了为期两年的非同步轨道卫星验证计划 那也就是中低轨卫星 那这等同是我国的专有星系 那可以在战时或是天灾发生之后是不会断网的 预计在4月底前会测试太平岛中轨卫星的连线状态 至于低轨卫星OneWeb 我们的社会部长唐凤则是表示了 预计上半年就可以开通 那到底为什么会需要专有星系呢 因为像是俄乌战争的时候呢 乌克兰的惨况可以传遍全世界 其实靠的就是低轨卫星网络 而战争时不只是讯息传递相当的重要 还有为了强化台湾战时的金融韧性 我们的央行还有金管会以及财政部呢 也都做过了金融的兵推演练 有莱英立委就直询时指出了 欧乌战争的时候 乌克兰就采取固定的汇率 而且对资金是管出不管进的 那央行是不是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就回应 当我国紧急的命令发布之后呢 央行是可以建议的 所以不管是采取固定汇率 还是管制基金汇出 其实都不排除 那至于政府有没有战时准备金 主机长朱泽民则是表示 没有所谓的战时准备金 但是每年是有预算转移的应变措施 金额规模是不到总预算的10%